和威宇一起看世间 1976年9月13日毛泽东去世的第4天 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了一份长长的守灵人的名单 除了经常在报纸上露面的那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之外 名单的最后一个名字却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 她就是孟景云 坊间传闻孟晚舟是毛和孟景云的女儿 也难怪了孟晚舟长得的确和毛还真是有点像 而且孟晚舟的母亲孟君名字念起来也酷似孟景云的发音 我们都知道毛的女友众多 没有几千也有好几大百 但是这个孟景云却是在毛生命的最后时刻 与她朝夕相处了489天 也是听到她人生最后一句话的人 应该说她是一个被毛另眼相看的人 不过这个被毛宠爱的女人 却曾经被她亲手打成了反革命 吃了几年的苦头 在毛生命的最后时刻 她再次被毛召回 成为守灵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还要从1963年的中南海说起 大家好 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这款玄宝黑身 我常常喝的这款饮料 每天写稿子用脑过度 常常都会感觉到疲劳 那以前呢都会喝一杯咖啡来提神 现在发现了更好的替代品 玄宝黑身比咖啡奶茶要更加健康 大家都知道呀 这个人参呢补气氧气 而在所有的人参当中 黑身呀是最好的 主要是因为这个黑身呢 是通过久蒸久晒的一个古法制作的 那这种制作工艺呢 可以让人参中的这个灶带含量 达到红参的八倍以上 也就是说呢这个黑身比红参白身和西洋参都要更好一些 可以增强免疫力抗癌 对长期服务工作容易疲劳的人来说 还有对那些手术放化疗的人来说呀都是很好的选择 玄宝黑身主要呢是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 它就不会像咖啡和茶一样让人兴奋 所以对晚上容易失眠的朋友也是非常合适的 大家不妨去试一试 知识微语的同时 自己也喝到健康的饮品 那感兴趣的朋友呢 不妨点击我们下方留言区的专属链接 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WY2023 全球包邮 毛泽东晚年在政治斗争之余 最爱做的事情呢就是跳舞和游泳 这是他为自己物色漂亮女伴的最佳方式 中共窃国以后 中南海的舞会成为了中共顶层官员最大的娱乐项目 一般每周有一两次 通常是周三和周六 给毛泽东做过22年私人医生的李志隋 在毛泽东的私生活义书中披露 毛有很多的女人 她最有兴趣的是周六舞会 这种舞会几乎是专门为毛准备的 因为舞会上除了毛大都是女性 她们的特点是年轻漂亮 政治上忠诚可靠 而且文化水平不高 多是文艺团体的演员 孟景云就是空正文工团的团员 她的哥哥孟兆祥 是空正文工团的老资格团员 孟景云12岁的时候 就被她从武汉带到了北京 弄进文工团当了舞蹈演员 孟景云身材奇长皮肤白皙 虽然算不上是角色 却也是楚楚动人 1963年的4月 不到16岁的孟景云首次被派到了中南海 陪中央领导跳舞 在孟景云口述的 《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这本书中 详细描述了孟景云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孟景云很早就羡慕那些美洲被车接走的文工团员 看到他们回来以后春风得意的样子 他也很想加入这个行列 当这样的机会来临的时候 他很兴奋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 他和七八个文工团员被带到了中南海的春藕斋 从七点开始跳了三个小时的舞 晚上十点多钟 舞厅里的人突然纷纷起立 音乐也戛然而止 原来是毛泽东进来了 孟景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毛 毛和一个年轻女伴跳过一曲之后 坐下来休息 第二首曲子是欢快的《喜相逢》 坐在不远处的毛有意无意的侧脸 向孟景云看了过来 朝他轻轻的笑了一下 孟景云年纪不大 但马上意会到了毛的意思 他站起来走向毛泽东 邀请毛和他跳舞 开始的时候 他的动作还有些慌乱 毛轻松的对他说 小同志 别紧张 你的舞步不错嘛 跳着跳着 孟景云逐渐的感到放松了 两个人就一边跳 一边聊了起来 你是新来的 我是第一次来 怪不得没见过你 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孟景云 哦 孟景云跟孟夫子同性 这个名字好听 景上天云比景上天花还美呢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是湖北武汉 哦 湖北 一湖之隔 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呢 就这样 他不但每周都要陪毛跳舞 还成了毛的后宫女伴 他依然单纯稚气的提问 常常饮的毛哈哈大笑 毛对这些新来的小舞伴很喜欢 空振文工团有五朵金花 成了毛特别宠爱的小女友 他们是刘宿源 邵景云 孟景云 陈慧敏 和田玲 刘宿源和邵景云年龄稍微大一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中南海一周两次的舞会也停下来了 中南海舞会停了以后 毛曾经抱怨说 他不得已 做了好几个月的和尚 他那些文工团的女伴们 也投入到了文革当中 空振文工团 当时也分成了两大派 一派叫做硬骨头革命造反团 一派叫做红旗革命造反团 五朵金花都在硬骨头团 因为他们接触到的 都是中央的大员们 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宝皇派 孟景云的哥哥孟兆祥 是江青派系的红旗革命团的头头 两派对垒 很快就分出胜负 硬骨头被打得落花流水 只剩下五朵金花 流落街头 回不了文工团 有人给他们出主意 去中南海找毛泽东 1967年元旦刚过 他们五个人就来到了 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上 跟警卫说要见毛泽东 毛泽东岂是想能见就能见的 没想到呀 不到十分钟的功夫 里边就传出话来 说让他们进去 做了几个月和尚的毛 早就等在了客厅 几个姑娘你一言我一语 情绪激动的告起了欲状 毛说 我看你们这些小同志 很有革命热情 你们空军里的事情 可以去找叶群同志 说着毛顺手拿起一支笔 在白纸上写下了他们的名字 然后又写下了三个字 找叶群 但是并没有数上自己的名字 叶群拿到纸条如获至宝 他马上在清西宾馆 会见了五朵金花 并且告诉他们 以后有什么事情 可以直接找他 不过在回去以后 对谁都不要说起 很快硬骨头造反团 成了空军的香伯伯 刘素元和邵锦辉 一个成了刘司令 一个做了邵政委 但是孟锦云还是忍不住 把消息透露给了哥哥 孟赵祥又把消息传了出去 引起刘素元和邵锦辉的不满 大骂孟锦云将他视为一级 5月13日 毛授意刘素元和邵锦辉 联合军内保皇派的文工团员 举办会演 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25周年 但是造反派当晚组织了五六百人 冲击演出现场 演变成了舞斗 事后 造反派被关进牛棚 被办学习班 孟赵祥也被关进牛棚 孟锦云和陈慧敏 田林三个人也受牵连 被文工团办了学习班 因为被办学习班 孟锦云和哥哥向江青写信 要向毛泽东 状告空军司令 吴法县的事情 吴法县曾经让那些经常去中南海 跳舞的女演员 召集起来开会 要他们汇报 去毛泽东那儿的情况 包括毛说了什么 喜欢什么 毛的健康如何 吃什么药 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等等 凡事能够回忆得起来的 都要向他汇报 不过江青当时和叶群的关系很密切 就把材料交给了叶群 叶群一看大吃一惊 这要是让毛看到了 还不得掉脑袋吗 为了保吴法县 叶群立即先下手为强 抄了孟赵祥的家 文工团对孟景云 陈桂敏和田林三人的批斗 也越来越严厉 田林回忆说 为了获得自由 他和孟景云觉得最好的办法 还是用行动去说明问题 两人商量好 写了一封血书 向毛泽东表忠诚 田林撕破了一件白衬衣 用纪念章上的别针扎破了手指 两个人一起在白布上写下了 对不起毛主席 永远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写好血书以后 孟景云和田林向看管人员提出要求 请他向上面报告 希望能够与空军司令吴法县面谈 几天之后 吴果然来到了学习班 还接了血书 当天晚上 孟景云和田林就被送回到了文工团 算是学习班毕业了 不过他们的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 陈慧敏向香港开放杂志的老总金钟先生透露 我们也不懂政治 跟着发牢骚 我和孟景云一起议论毛主席 说毛向皇帝搞三公六院 我们算什么 是妃子要册封 是妓女要收钱 是妓女要好好玩 我们什么都没有 这是孟景云惹祸的真正的原因 陈慧敏说 这些话被刘苏元知道了 他连夜去向毛泽东打小报告 毛听了以后只说了两个字 造谣 孟景云和两个闺蜜 陈慧敏 田林就被抓了起来 不过田林的回忆录 红色回眸中却披露 那些话应该是陈慧敏 在报告中交代出来的 几个月之后 孟 陈 田 三人都被打成了反革命 开出了军级 田林被押回了老家当农民 陈慧敏被送到遥远的北大荒农场劳动 而孟景云被判刑 关进了大狱 空政文公团革委会当时公开宣布 孟景云的问题是文公团的一号问题 不许问 不许打听 谁讲他的问题 就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 就是做反面宣传 就是攻击毛主席 有一个老师因为知道了有关三公六院的话 就被折磨得上吊自杀了 田林回忆说 孟景云被关了两年之后 毛曾经问他 孟景云在哪里 还说 孟景云不算什么反革命 年轻娃娃不知天高地厚 胡说八道 被人抓住了 这不算什么 汲取教训就行了 田林于是问毛 您看 他还能回来吗 毛回答说 我看可以回来 田林又问 他还能回到我们团吗 毛说 我看可以回你们团 田林回到文公团之后 就跟刘肃源一起去找空军司令 吴法县和他的夫人 报告了毛泽东关于对孟景云问题的处理指示 吴法县夫妻当即就表示 毛主席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后来 刘肃源去中南海跳舞的时候 毛也对他说 听说你们空军抓了孟景云 赶快放人 他没有过错 他告吴法县 有什么错 不过 毛虽然做了这样的指示 刘肃源却脱了下来 毛拿刘肃源也没有办法 毕竟都是他宠爱的女人 一年之后 孟景云被送到了西安的大理农场劳改 之后又被送到甘肃兰州的一家军工厂 如果不是赶上了林彪913事件 估计刘肃源也是打算要处理孟景云的事了 没想到林彪事件之后 刘肃源遭到清算 被赶出阁委会 还被毛踢出了中南海 这个时候 孟景云已经可以自由地写信了 他便开始到处写信求救 包括新上任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 最后还是毛安排李德生 帮他解决了问题 说敌我矛盾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但他还是不能进北京 也不能回文工团 怕他的事情被扩散 他被悄悄地送回了家乡武汉 被分配到了一家部队医院做了护士 1973年春 回到武汉的孟景云 已经是一个25岁的大姑娘了 很快就结婚成家 但他不甘寂寞 心中念念不忘在空镇文工团和中南海的经历 他的哥哥在林彪事件后成了空镇文工团的英雄 1975年 田林奉毛之命来找他回去 孟景云决定上北京去讨个说法 为自己平凡 1975年5月24日 孟景云和田林来到中南海 见到毛 孟景云兴奋地上前 主席 我是湖北来的孟景云 记得 你不就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吗 主席 我是来找你平凡的 毛当时患有严重的白内障 一只眼睛已经失明 另一只眼睛也只能看到一点光线 他拉着孟景云的手 像十多年前一样 轻轻地抚摸着说 你这么多年都不来看我 见面就让我给你平凡 这个凡无法平哦 孟不顾一切地讲起了他的遭遇 毛静静地听着 最后说 你不要讲了 你来了 就什么都好办了 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吧 孟景云却倔强地说 我是来找您平凡的 我的档案里肯定有黑材料 你在我身边工作 就是平了凡 你是我的女儿 也是我的朋友 就这样 孟留在了毛的身边 成了毛的护士 他第二天想回一趟家拿点衣物 毛都不让他离开 几个月过去了 孟也知道在毛身边工作 这本身就意味着彻底平凡 但他心里依旧实时不放心自己的平凡结论 有一天他对毛说 想要一个书面的结论 毛说 孟夫子还在耿耿于怀吗 倒也是 空扣无凭 不过我的历史上也曾经被扣过不少帽子 挨整比你挨得还狠呢 鬼都不上门 没有人给我平反 那些帽子早就不翼而飞了 孟静云回去以后 毛一直称他孟夫子 您是您 您是主席 我是什么 多少年之后再算旧账 我可受不了 这个好办 找汪东兴办就可以了吗 果然 孟找了汪东兴 不久就收到汪东兴转给他的书面平反结论 孟静云在毛的身边除了负责他的日常生活 衣食住行 甚至还监管读中央文件 读报纸 处理来信等等 1976年的3月 吉林下了一场历史罕见的流星雨 事后收集的陨石总重量高达两吨之多 孟静云将这件骑事说给毛听 还补充说 您说奇不奇怪 天上掉下来那么多的石头 却一个人都没有伤到 毛听后说 这种事不奇怪 在古代有个学派讲究天人感应 天上掉石头不是好兆头 孟静云马上反驳道 都是封建迷信 您一定不信吧 毛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地说道 古人为什么要编这些呢 这话在孟静云听来不像是回答 更像是疑问 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在临死之前 对孟静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很难受 叫医生来 孟静云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为毛守灵的人 至于毛为什么惦记着他 在临死前也要把他召回去 没有人能够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